哈喽大家好啦 我是景棠 那我们回到来了一起学习航空科普知识的时候了 那我相信各位多多少少都会有看过以下这个画面 当飞机飞过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飞机唯一呢 会形成了两束这样窝旋的云雾的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 到底是属于物理现象呢还是属于化学现象呢 各位可以在大幕前提前刷一遍让我知道一下 那今天这期视频我将会带各位去了解一下 这个现象形成的原因 以及我们航运的学生呢是怎么通过数学模型来计算出他对我们生意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飞了不多说我们就赶紧开始啦 首先呢飞机飞过会形成的这两束窝旋呢 我们把它们称为意间窝 那在我们空气动力学这一门学科里面呢 它其实是属于我们大展悬比的一个三维效应 那为什么会叫做三维效应呢 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二维流场的时候呢 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 那我们学任何学科呢一定都是先从简单开始学的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数学呢也是从小时候的1加1等于2 2乘2等于4 然后慢慢的演变成现在这一堆这些试子 那我们在研究飞机机在流场中受到的胜利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了 所以我们就会先从简单的二维流场开始研究 那为什么会简单呢 因为当我们把难度从三维降到二维的时候 我们这个拿回斯托克斯方程的复杂性会降了一个级别 那通过这一系列解画呢 我们就可以解除这个片尾魂方程主了 那二维的问题呢一般都是长成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机翼的二维界面 然后有一个流场匀数的流过它 那也在这样的流场情况下呢 机翼受到的胜利呢 全都是可以用数学计算出来的 而在这样一个二维模型中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二维流场呢 是不会出现像我视频开头给各位看见的 会在机翼两侧的尾部形成两个渦旋的 那就是为什么在空气动力学里面呢 我们会把它当作一个大展旋比的三维效应 那现实生活中物体都是三维的嘛 那当我们把这个二维的机翼 拓展成真实世界中的三维情况之后呢 这个异间窝就产生了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 三维的机翼啊 它的长度是有限的 飞机的翅膀的长度是固定的 那在机翼最尾端呢 也就是我们的异间处呢 就会导致的这一现象 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 那我们飞机能够起飞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当我们流场流过机翼的时候 我飞机会得到一个向上的胜利 那具体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我们通过对机翼的形状的设计啊 会使得当流场流过我们机翼的时候呢 下方的速度会比上方来的更慢 所以我机翼下方的流场产生的压力呢 相对于机翼上方呢 会来的更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的飞机才能够得到一个向上的胜利 那但是在我们的异间处呢 那已经到了我们最尾端了 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有机翼去隔开 我们上下两个流场了 那说白话就是 上下两个流场呢 在异间处就会融合在一起了 那我们知道在最尾端之前呢 下方的压力是会大过上方的 所以当我们来到最尾端这一处的时候呢 下方的空气就会向上的流到上方 由于这个原因啊 所以其实我下方的流场流出我的尾翼的时候呢 它并不是垂直90度流出的 而是会有一个偏向我翼间处的分数度 那同理上方的流场在流出尾翼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指向机身的分数度的 所以在我的翼尾处呢 上方的流场其实是这样斜向右的 而下方的流场其实是这样斜向左的 所以在翼尾的这一点呢 流场呢 其实就会形成一个小窝流啦 那这些小窝流呢 我们就称之为流向窝 其实在任何一个展场处呢 都会形成这样一个小的这个流向窝的 那就像这个视频显示的这样 当两个转向相同的窝相遇的时候呢 它们一定会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新的窝的 那为何会这样呢 这其实又是牵涉到另外的指示点了 那在我的空气动力学课本里面呢 它是直接当做一个结论告诉我啦 所以整个机翼上面呢 这一系列的流向窝 就会全部的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 一个比较大的这一个翼尖窝啦 那最终形成这个翼尖窝的位置呢 是会和我这些小的流向窝的强度 相关的 而这些小的单个窝的强度呢 是和我机翼截面闲长的变化率成正比的 那么在我们的翼尖窝呢 闲长的变化率是最大的 所以导致那里的流向窝呢 强度是最大 所以导致最后我形成这个大的 最后的这个翼尖窝的位置呢 就会很靠近我翼尖窝啦 那同样这个最终和窝形成的位置呢 我的课本也是直接当作一个结论 一笔带过告诉我 也没去告诉我具体的原因 那是这方面专家的 弹幕前的大佬们呢 可以留言或者弹幕 为我和各位战士们做更详细的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啊 那以上呢就是我飞机流过流产 会形成这两树一尖窝的原因了啦 那在我们的空气动力学里面呢 我们主要就是研究 当出现的这两个窝 我对我飞机的生力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因为我们从二维已经得出了一个生力公式 现在进入到三维了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三维的补偿啦 那产生的这两树窝呢 其实会使得我整个飞机的生力下降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一下以下动画图 那以我最终形成这个翼尖窝的位置 作为分界点 那我们的窝是这样子顺时针转动的嘛 那如果在右侧的基翼呢 就是逆时针转动的 那在这个分界点的左边呢 我们会发现空气会从下往上的 去与基翼的下表面碰撞 这样就会导致我 左侧基翼下表面的压力就会增加了 而上表面的压力会下降 所以就会导致这一部分基翼的生力呢 其实会比二维时候来得更高的 那这是好事 那但是我分界线右侧的基翼呢 同样道理 上表面的压力就会大于下表面 就会使得我这段的基翼呢 受到一股向下的压力 就会使得我的生力比二维时候来得更低了 那我们就会发现呢 对于整个基翼而言呢 生力降低的比例是比生力增加的比例来得大的 所以最终呢 我飞机整体的生力呢 就会下降了 那我们怎么来通过数学来考虑这个情况呢 那我不会细说啦 因为这期主要是面向大众的科普视频 只是很简单的让各位知道 空气动力学是怎么来解决它的 那我们大致的处理方法就是呢 由这个一肩窝诱导出来的下洗速度呢 其实会使得我飞机原本来流的角度 也就是我们的引脚偏转的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我们称为下洗脚 所以原本我们来流方向是这样的 就会被诱导成这样了 那通过模型计算出这个新的等效引脚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计算出我飞机新的生意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处理方法啦 那以上我和各位讨论这些现象呢 其实是对大展旋比飞机产生这两个窝的原因 那对小展旋比的飞机呢 那就比如我们这些战斗机啊 这些翅膀像三角形的这些战斗机呢 它们形成窝的现象会更为明显 那对这些飞机呢 它会产生一个我们叫做前缘窝的东西 那但是那里又是另外的指示点 这期视频由于时常限制就先不谈论啦 那以上就是我这期小小的科普视频 和各位分享的内容啦 那我整个飞机的设计呢 其实背后牵扯到的指示点是非常非常多 也非常复杂的 它的形状会直接影响了我们的 静态稳定性动态稳定性 也就是说飞机在平衡过程中 受到一些小扰动 使得它的引脚发生变弱后 它到底能不能够稳定的晃动回来 那我当初的大猪也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来分析这样的现象 并且设计出一个稳定系统 那比如为什么在亚因素飞行的时候呢 我们飞机的机翼形状是长成这样的 它是有一个弯度的 但是当我们来到超音速飞机的时候 它的机翼是长这样的 是没有弯度 是上下对称的 而且它的厚度尽可能的薄的 那这些原因的背后呢 其实都是可以通过球检 拿回斯托克斯方程来得出结论的 所以航空这些小知识点呢 每一个都很有趣的啦 我当初在学这些知识点的时候 整个人也是很兴奋 所以就一直想要把这些知识点分享给各位啦 希望能够记得更多航天爱好者 对于这方面的兴趣 让我们一起去探讨更深入的航空知识啦 好啦 那这期科普视频就来到这里了啦 那觉得这期视频有学到新知识点的话 请一定要给我一战三连啦 因为这些科普视频的播放量都会很低的 所以我真的很需要各位的一战三连的知识 这样我才会有动力去拍更多的科普视频 好啦 希望这期视频会帮助到各位啦 尤其是航天爱好者 那感谢各位支持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OK 各位 其实这期视频 是我参加一个航空科普视频大赛 那如果觉得这期视频有学到新知识点的话呢 那之后可能会进入拉票环节 那时候我在B站的动态发布 请各位如果有觉得学到知识点的话 到时候一定会帮我投一票来啦 感谢各位支持啦